好 我们的国家在监控人民吗 我们看到王毅川 他是民进党的政策会执行长 昨天在友台不小心爆了一个料 他说他承认在519小草运动的当时 他有一些资料 有一些群众的背景 对比于这一次的轻鸟行动 不同群人 包括他们很细的细部的年龄 他们停留时间多久 像这样监控我们手机使用者 我们国民的行动的行为 这是合法的吗 这是有被授权的吗 当然王毅川他自己的解释是 这是市场分析的行为 已经是常态了 而且市面上民间大家都怎么做 我们现在录影的时间是下午4点半 我猜我们播出的时候 应该已经改口说我胡烂了 就说我随便讲的 我给大家看一下 因为王毅川他所说的说法 刚刚我们已经放过一次了 对不对 他对外讲说这个叫手机信令 不懂可以去问 我刚好懂 我以前跑市政府 我给大家看什么叫手机信令 这个就是手机信令 这是2022年台北市 这里现在还有异座在 博弈在这边 台北市的跨年晚会 他周边的市政府在这里 然后101 有多少人出现在这里 我要怎么去决定 捷运要不要开 然后公车怎么去疏导 就是看这个手机信令 能知道什么 能知道在巅峰的时候 30万人 就进进出出 他有多少人 这几点之后这里多 这里多有没有 我只知道有多少的手机 的信号在那边 只有人 那我刚才在说这个人 是谁的号码 而且他519有去小草 这次不可能 不可能 我现在就跟大家讲 我都怀疑 我们现在目前能不能做到 大量的数万人能掌握到 掌握到人叫手机信力 我也去问了新北市跟 台北市的官团局局长 他们给我的回答都是没办法 因为他是要为什么 像新北夜戴欢乐城 他就是要知道说 我们什么时候公车要来 这时候人多要散场了以后 大量来对不对 他有一个交控中心 我们赶快公车 本来是5分钟一次 现在2分钟就去一次 因为人开始散了 台北市的捷运也是这样 一点就要收班了 为什么还继续开 因为人还没散完 所以副市长就会讲说 捷运继续开 捷运继续开就是这样 好那讲到这里 这个是很正常的 因为大型活动确实会掌握人流 就像我们到白股公司去 他上面有跳 现在目前多少人一样 可是怎么会知道 是谁 还有年龄 怎么知道号码 因为这个叫做什么 细思极恐是不是 我们今天摄影棚里面 摄影师不算 我们现在不是7个人 如果我们都一直手机化 现在就有7个手机讯号在这里 掌握说我们这个摄影棚里面 6个来宾一个主持人 可是只知道有7个讯号 怎么知道前子号码多少 我的号码多少呢 第二个 你怎么知道这支号码 比如说多少 0800-96-96 这支号码是谁登记的 登记的号码是几岁 是20岁还是50岁 对不对 王毅川讲的说法是说 我已经查清楚了 现场的人差不多都整个月 20到20 然后有去519 那表示你已经查过每一支号码 我其实是怀疑 因为即使你现在所有的电信公司 他能提供的那个量 有办法到几万人每一个是 所以会不会是他自己 就是想要去凸显说 轻鸟行动都是年轻人 都是很增加的选票 所以我觉得他可能自己 真的是夸大 但第二刚刚亮哥讲的 针对特定人士我觉得 也许国家单位有在掌控 比如这个人他去哪里 他有没有出国 可是你要同时找到几万个人 我其实是怀疑的 但不管怎么讲 现在目前你讲的东西 就要给大家交代 要不然你就是乱讲 要不然就是我们国家 正在监控每一个人的手机 那这个是合法的吗 其实电信公司 我现在可以大然跟大家讲 你去问电信公司他都会告诉你 他没有这么细的资料 他只有那个手机信力 就是到底有多少数量 每一个人几岁 我觉得基本上 没有办法长那么细 以前国安单位有办法 做到这样子吗 您在国安局的时候 12年前当然是不可能 现在有没有可能 我觉得也照王毅川的讲法 也是不可能 人数是绝对可以掌握 甚至你从哪个县市来 主要的过去的一些团体 社团的人员 这一些也许 这个当然是蛮高阶层的一个 就是说一个指令要下来 他不是一般的所有的 这种是不是抗议都会去做 我是没有看到类似的报告 但是我听说过 做人数的整理 然后以及甚至做一些民调 调查局 国安局 甚至警察 但我知道调查局的这种 选情的民调 现在已经不做了 所以他都是一种 就是一个数据 就是一个统计 然后就是一个流量的了解 但是王毅川讲的 完全超过了 我不知道是不是现在 国安局已经到了 这么厉害的地步 但是给他的东西 一定是遮上面遮下面 你搞不清楚到底这个来源 可能有一些比较细部 他把他自己碰锋 扩大 如果是这样的话 他还是要回答说 你这个资料哪里来的 你不要告诉我说 市场分析 做梦梦到的 市场分析做梦梦梦到 然后最后他讲 我乱讲 但不可以这样子 我觉得这个已经是一个 刑事案的可能的问题 所以根本检察官 应该是要主动调查 然后要了解到 他到底这资讯是不是碰锋 因为他只是一个 执政党的执行长 政策会执行长 他又不是政府官员里面 你居然政府官员里面 你不是相关单位 你也不可能得到 只是统计数据的这些资料 他现在的东西完全斗不上 王一川讲这个 事实上对整个局面 只是恶化 恶化 因为这一群人事实上 不管是不是谁动员来的 我是相信不是我们动员 因为我地方要求上来 我都希望他们 苏志芬五 个别议员可能有 不是全部 部分 对 所以他们这群人 即使非民进党动员 即使是这样子 他们来是要支持 民进党的立场的 你去分析他们干什么 你知道意思吗 你监控他们干什么 倒是在民进党上一次 小草去包围的时候 去前抗的时候 民进党中央 如果真的要分析 是要分析那个 有 他说有分析 那就是每一场就分析 每一场都分析 警察局跟我讲的不一样 奇怪 怎么会这样子 算人数而已 全部通通来服务这个就好了 你知道分析那个有多困难吗 而且他怎么这么快就拿到了 我倒是比较认为是这样子 各位都是这方面 还算有一些涉猎的 我认为大概是从 类似像FB等等 这一种社群去做统整 你是说打卡 在现场打卡 或者说上 就是在那边留话 或者怎么样 你自己的网站或者什么 然后去做统整 我来说手机信令 他自己说的 然后这个 从你 对了 你自己都讲不下去 对不太严重 就网易穿在海溪 不是 它是说手机定位 那是说手机定位 事实上如果我 FB大概都是公开 我可以上去知道 像我们老郭的 他的现在在哪里 或是这段时间 有没有到过那边去 除非像我现在 要求所有我的朋友 我的太太 所有你的太太 朋友 通通不准在 在脸书上公布我的行踪 我觉得太容易掌握 你现在在哪里 你知道吗 现在大家都在秀在秀 所以如果从里面去做分析 说现在这一群人 大概是怎么样类型的一群人 是可能分析得出来 我认为 我认为市场应该是有发展出这套技术 来 亮哥你可不可以 王宜川是不是在highlight清德 亮哥 本来坊间就一直有这种声音 我真的没有看过这样的政策卫执行长 因为我自己也当过 政策卫执行长是研究政策的 你今天应该要提出对案 做政策的质疑才对 他每天在上节目 你事实上应该是舆情部 网络部 文宣部主任 政策卫执行长不是在干这个事 所以以前都是让立委来监 政策卫执行长 你才会比较了解立院党团的状态 那个是你的主要工作 这个不知道 因为王宜川并不是赖清德用的人 是留下来的 他是政国会的 对这个就 不然就请林佳龙跟他讲点话吧 林佳龙对他有影响力了